刚刚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刚刚框线已经加上去了 结果加上去之后 我把粘的部分删 就是删掉 发现这边好像有框线不够完美 所以就会那种 龟毛的性格又出来 就想说啊 这个地方可以再怎么样 把那个框线给拿掉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要想框线拿掉 哎 有没有 框线拿掉 OK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那个 这个应该还有印象吧 宴会排桌 这个我们好像有讲过吧 对不对 那我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是同学的范例 他自己写的是前面的 就是他有这些亲友啦 什么小孩大人 同事什么这些 也许有这么多 总共大概有七十 七十个人好了 然后呢 要把他排在几个table 几桌里面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清除 跟一个排桌的一个程式 这个是他自己写的 你们可以自己 就是参考一下 里面就是几个回圈啦 那就帮他排好了 OK 因为 那所以他最后 但是他最后有一个部分 他不会啦 就是加那个框线 所以我讲过 如何加框线 加红色的实线 加上红色粗的实线 就类似像这样 还有清除框线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类似的范例 把它套用在哪里呢 套用在我们刚刚的这个范例里面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你最后跑完 也许可以把我们有八年 然后利率到哪里 也可以再重新框起来 感觉会更加的完备啦 不过这个可能要动动脑筋 怎么去把它两边把它做出来 OK 那我们刚刚的问题主要是这个 如何让年跟利率动态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第一个先输入一样 先把旧的资料清除 所以我call一个什么呢 call清除 计算清除 先把里面资料先清掉 不然的话 如果你没有清掉旧的话 到时候排完之后 感觉怪怪的 头跟底下没法连在一起 那几年呢 假设输入五年好了 按确定 那输入五年之后的话呢 理论上是 把这个一到八年的先清除 清除完之后呢 再输出一到五年 OK 所以这个地方都按确定 有没有 清除 其实它是清除之后 再加上去的 那利率也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基本上 步骤如果知道之后的话 那我就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也许叫年 或者叫什么什么年 等等的 那我的步骤这样的 第一个call 计算清除 因为呢 我上面有一个叫计算清除 那我可以呼叫它就好了 我就不用再额外去撰写一个程序 要去清除 所以先去呼叫它 第二个的话呢 输入 输入几年嘛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用input box 不过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的话 跟之前的那个input box 有点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前面加一个application 点 input box 前面我们好像原来是input box 那第二个不同的地方 就逗点 type冒号等于1 那你想说 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 这个是我有一天晚上 跑去成品看书的时候 随便翻译一本书 里面刚好写到这个 我想这个好 然后我就把它记起来了 我就把它包 就是加到我上课里面 刚好看到一个日本人 我觉得日本人在VBA上面 好像做的比我们多很多啦 在网路上还看到蛮多日文书的 他们甚至有把整个网页 网路上面资料怎么撈 他有写一整本 全部都是一本书 专门VBA就在讲如何 撈网路上的资料 台湾这边好像没有翻译 我是看到日本那边 有这样的书籍 专门在探讨 OK 那我就把它加进来 那特别注意差别在哪里 inbook box跟application.inbook box 有什么差别 因为你按一下输入的时候 请输入几年 那有的人 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输入10年的话 正常人应该会输入这样子 那比较不正常的人会输入这样子 就是怎么样呢 他会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什么 他是输入这样子 10年 但是你会发现 假如啦 类似像这样 如果他输入一个非法的文字 就是说应该是输入一个数字 可是他却输入一个中文 那怎么办 如果以往 如果你用inbook box的话 按确定 就挂掉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不是应该输入的值 但是呢 如果你用application 加一个application 点inbook box 后面加一个type等于1 你按确定会怎么样 他会 不正确的数字 什么意思呢 他会帮你挡掉 也就是说呢 他如果输入的 不是一个数字 他就会卡在这里 那程式会发生错误呢 不会发生错误 他只会 再停在这个地方 告诉他修改 OK 所以 我是觉得 这个application.inbook box 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说 他可以过滤掉 不应该 尤其数字部分 所以你这个地方 假设输入10的话 他才会让你通过 去执行后面的动作 OK 所以特别说 这个地方 你想说为什么 老师你前面用那个application 用那个inbook box 我最前面这个地方 用inbook box 后面的话呢 为什么用application 主要有这个道理 当然你前面的地方 可不可以用application.inbook box 当然可以啊 好 不过最大的差别 你可能会需要注意 前面加一个application点 后面逗点要type 帽号等于1 OK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可是我不一定要输入数字啊 我可能一定要输入其他格式的话 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油标放在inbook box上面 按F1 它会跳出一个说明档 告诉你说呢 application.inbook box的方法 底下的话呢 会有什么呢 一个 一个type啦 OK 那type如果等于1的话 表示说它只能够输入数字 type等于2的话呢 只能够输入文字 4的话是 true或false 大概基本上比较常用 应该是1 1跟2而已吧 OK大概是这样子 至少我觉得啦 如果说你不想要写一堆程式去过滤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application.inbook box 还蛮好用的 第一个哈 就是说用输入的 第二个的话我要清除 那清除的话 我势必就是说我要去侦测 我要清除的范围 所以for trade 因为栏的话 我习惯用 所以等于第二个到最右边那一栏 然后把它做什么 把它全部清掉 所以清除的话呢 等于空字串 再来的话呢 再输入 输入从也是2 到它输入的 比如说它输入是10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样 2到不能只有10 为什么 因为到10只有9而已啦 因为它是从第二开始 所以必须后面再加1 然后输出的话特别注意哦 输出的话呢 你必须先指向哪一个位置 一定是第三列 所以是Sales三列的J栏 OK J栏的话呢 特别是J是从2开始 所以从这边开始 等于J减1 为什么减1呢 因为它预设值是从2开始 你减掉1 它输出刚好就1 再换下一个 2一直到你要停的位置 OK 所以是10年的话 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快速的输入 所以输入 假设改元5年 Enter 它就清除之后再输入5年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利率 利率的话呢 如果说你输入利率的 假设 特别是我这个利率是 以那个多少百分比 是1%的话就输入1 2%就输入2 这个是我的预设规则 那我如果要2%的话就输入2 按确定 一样的道理 它会先帮我把 这里面原来的这套清空 再帮我输入什么2% 特别注意哦 每1%的话里面 因为我是以0.125当成一个区隔 所以呢 每1%里面会有8个 0.125乘以8刚好是1啦 OK 所以是8个 唯一一个1%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就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一样呢 会帮我总共1%8个 然后再2%再8个 OK 那这个做法 基本上跟刚刚也是类似的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当然也是call 就是计算清楚 然后它会跳出一个 请输入多少的利率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输入2% 那一样呢 它是先清除 所以第一个 怎么样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清掉 一样什么 for i 用i 因为列嘛 等于第四列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是去抓最下面一列 把里面的资料 A欄里面的资料 全部清空 所以它把它清空了 再来输入 比如说我输入2 那假如输入2的话呢 那我就是 for i 等于4 到 特别注意哦 我输入是2 对不对 所以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讲过了 因为每一个是0点 多少 0.165 百分 百分之0.165 乘以8 刚刚好 就是等于1 OK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 中间会有八个区隔 那我需要怎么样 乘以8 也就是它2%嘛 那应该就是 乘以8之后 再加上 加上3 为什么要加上3 因为我现在初始的位置 是从第四列开始 所以我势必要往下 上面这三个 要往下 OK 所以后面会有加3的动作 那最后当然要输出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话呢 一个一个做啦 所以输出第一个一定是 因为它的初始值是4 那可是我今天第一个 一定不能从4开始 一定要从1开始 所以必须把它减掉3 再乘以0.125 这不能用百分比哦 所以就变成0.00125 然后呢 把它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里 所以0. 就是这个地方 百分之0.125 然后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因此类推到最后 最后一个 OK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呢 也会有类似这样 比如说3% Enter 就底下的话 会帮你 帮你做出3%的效果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呢 再按一下计算 那输入那个金额 它会自动帮你做出来 不过 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比较 比较还像 不够完美的 就是 第一个 可能要把旧的框线先删掉 第二的话呢 可能要再加个框线 那这个部分呢 可以参考什么 这个框线这个地方 宴会牌桌这里 OK 好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框线这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配合 那个前面讲的 不过是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我们的框线 之前是用Range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 第一个 当然你 重新增加年 或增加利率的时候 可能除了要清除资料之外 可能要先把那个框线也先清掉 框线清除掉之后的话 再加上新的框线 OK 这个感觉有点难度 那你如果说要把这个 之前我们学过宴会牌桌 这个框线的技巧加进去的话 要怎么做 你可以想想看 这个 或者我们加上框线这个部分 我之前其他地方上课也没讲到 或者刚好突然想到 有框线这个东西 那我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学过的东西 再延伸出去 也许你以后想到框线 你就把这个范例 懂得去修改 你就可以有那个效果出来了 然后